不过李清安在辞职之后 现在大安区在进行的是立委的补选 国民党的电话民调也在进行当中 不过台北市议员这个刑立访在昨天呢 公布了所谓的另外一位市议员林一华 涉及会选的爆料录音带 说要证明他有出席大安区的里长参会来拉票 还表明说如果林一华退选的话 那他也愿意来退选 面对同志的指控 林一华却只说他不会随着对手起舞 还是会参选到底 说林一华再次在媒体上 哭诉着表示我对他进行污蔑 其实我自己才是觉得万分的委屈 双户站持续延烧 大安区立委补选 请立访公布春酒宴后的爆料录音带 惊咬林一华涉及会选 你刚才你是哪里的 你挺到通话里来 不大声啊 很好笑嘛 为什么 你知道通往其他人不知道 他是为什么先去控制你 资深在场里长 证实惭悔内容 挺立访痛批 这违反选霸访更语出惊人 只要他宣布退选 为了顾全党要团结 我也可以同时宣布 因为我并不希望用任何的方式 让党受到伤害 要求林一华为此退选 初选进入最激烈的倒数时刻 前几天激动落泪的林一华 却只淡淡回应 所以有关于捍卫自己清白 跟我的人格部分 我已经请律师再做相关的处理 那我就不会随之起舞 现在有那种气零宝奖的这种疑虑在吗 这种东西啊 这又不是在大选 怎么会有气水宝 是个问题的 冷处理指控杜绝气宝传言 立委补选掌握出现 关键的电话民调正在进行 激战下就连自家人也撕破脸 要争取机会 主要新闻站好 陈唐光南台北采访报道